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,不少人带智慧手环观察每天步行数与运动心率,但是面上这类产品功能及所提供资讯固定,宏光科大资工系助理教授施起黄整和三家厂商的技术,研发出新智慧手环,使用光电技术的生理监测改善准确性,把量测结果透过云端计算,让手环可进一步检测出情绪、压力、疲劳度等。 预计下个月上市,施起黄表示,目前市面上的智慧手环都以生理监测为主,主要是测心率、血压,因资讯固定,发展已面临瓶颈,很难突破。 他观察年轻学子使用3C产品的习惯,发现扩充线有感测器的功能,可以更广泛运用在银法照护、职业安全观测上,而花了半年时间,与合作厂商共同研发新一代的智慧手环。 施起黄指出新设计的智慧手环,利用量测血管变化及读取心跳的感测器,把数值放到云端做计算,转换成有意义的参数。 透过截取讯号连续变化,计算出人的情绪变化、压力、疲劳度、运动效果等,在显示于智慧手环上,想要什么功能都在云端上。 这款新设计的新一代智慧手环,更能与长照结合,施起黄指令,长者戴上智慧手环。 一旦测得活动量异常,便会通报给家人或照护人员,另外还可运用在交通安全上,利用感测讯号的波形变化判断疲劳度,若公车司机或车驾驶疲劳驾驶,就会发出警讯,可以减少危险发生。 施起黄说,透过跨领域合作,整合力创光电公司、力创省医公司及斯伯创意科技公司三家技术,共同开发的新世代健康照护手环,目前已经接近研发完成,也有厂商评估运用在校园掌照机构,预计在这个月亮相,下个月上市。 洪光科大智慧科技学院院长黄文健指出,为了鼓励技专校院教师能定期于产业接轨,增进教师实务教学能把鞋L品质,教育部定有教师三更服务办法,由学校建送教师副公民营机构,进行为期半年至一年的产业研究工作。 老师到业界三更研发的新产品,未来也会规划,把研发过程生意感、测语云端应用的技术,导入校内自工系专业课程里,期待能缩短学用差距,让学生学得更快,更能适应职场,和业界接轨,为业界培养更多专业人才。